谢谢,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我一走进来我就看到那个Rita Hayworth的那个笔宽 然后我就问那个总经理,我说这笔精维天然好漂亮 然后这个绿色是这一期最流行的绿色 他说哦,你一看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系列最贵的叫Rita Hayworth 全球只有46只 而且它那个整个线条做的是非常时尚 它那个扭曲啊,然后上面还有那个钻石 我可以说这个Montblanc真的很成功啊 所有的系列都结合了这个时尚,然后艺术 可以让任何人都喜欢要收藏它 然后希望可以当作传家自保 我自己在说服我自己了 我想说如果我,我回去跟我先生说一下 我是非常惊艳 他竟然把一些博物馆的珍藏的一些表呢 带到现场来 然后呢,如果不说的话 你在看在当时那个工艺你会以为 哇,是现最近才出的东西 所以他在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不管是线条 一些外观就已经 尤其现在的时尚都很复古 很讲求一种味道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好棒哦 把博物馆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它 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导览不是男士了,包括Melody,包括太太,包括孙华老师 每一个都是酒精战场的人 我们都感受一个最好的特点 就是从新的深处去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把他用新的深处把它说出来 让大家一起感动 那我的部分呢,就是 我阅读了很多的资料 那怎么样在这个展览当中 让来的VIP 因为我相信这些VIP 他对于Montblank的历史都很了解 可能会问一些街深的问题 所以我就要更深入的了解他的精神 让大家听起来觉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导览 我自己是做过好多次的时尚导览员 包括我自己的大人物的摄影子 我都亲自去做过导览 可是呢,这次的导览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以往都是做衣服包款,饰品 但是这次是一个包括手表跟笔的部分 其实它有很多是 我有一些领域还在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明天有一场硬仗 我希望呢,明天大家最好呢 就算懂都装作不懂来问我 然后让我保留一点点那种 好像很懂的这个颜面 当然,因为呢,我是第一场嘛 所以只不过是蔡师平蔡老师 她是第一 没有,我还害怕 如果你是第一场 我真的很想要在旁边偷偷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明天 我希望大家能跟我enjoy这个气氛 这比较重要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